馬屈老師 Welcome to Disney Land 想玩我第一次入地士來嗎? 好像不是 好像是 好像不是 我突然間對這裡有點印象 不知道為什麼 今天我拍一個vlog是關於什麼 作為英製作團隊 都會有差不多的戰鬥力 反應、速度 我今天會選三個遊戲 跟這些人挑戰 到底結果是如何呢? 輸了你們要有懲罰的 對嗎? 對 對 好緊張啊 這個遊戲 我們特拍二輪大戰 Lillian 好刺激 好刺激 我自己先 最後一招叫你住 來啊來啊 快點 沒有輸啊 沒有輸 還要玩啊 來啊 好暈 好慘啊 我們 好慘啊 我們 快點啊 快點啊 終於有個輸了 快點啊 加油啊 沒有輸了 快點啊 加油啊 沒有輸了 快點啊 好可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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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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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累啊 好可憐啊 走完直線啊 你試試看 我當然能走到 好可憐啊 專業的嘛 我怎麼轉到最後 你可以停 我看到 快點贏啊 快點贏 快點贏 就是他很想懲罰 作為英普德純的團隊 起碼都要有這麼像下 你看到那些拼命 轉到頭髮是要飛起的 我想說 我剛剛已經錄下了 非常之精彩 沒辦法 我們的團隊實在太厲害了 Elaine辛苦完之後 他有個要求 他很想懲罰 為了滿足工作人員的要求 我們現在就來到餐廳 排隊成員 看寶寶的購物更開心 看了這集的狀況之後 完成之後 在下面留言 記得訂閱 英普德純的Youtube頻道 和Mr.LittleCat的Youtube頻道 記得訂閱我的IG Mr.LittleCat和英普德純 那你就有機會可以抽到 小貓為你預備的其中一份寶寶 Yeah 寶寶很貴的 沒有錢買 Oh no 這個真的很有趣 這個真的很有趣 好可愛 不可以站 可以嗎 可以嗎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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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S 你真的覺得自己長得 哈哈 你不知道啊 聽你路詞的那些 給觀眾看看我的摺衣服 今天我教大家畫的是 今天我要向大家展露一下我畫畫的神經 你好 你好 你不是在我們一時開始嗎 你不是好嗎 你不是好嗎 那我吃雲吧 成功 我們現在玩什麼呢 我們現在就是玩這個 星戰極速專梳 以我所知是過山車來的 好可愛 你真的不進去嗎 你真的不進去嗎 怕嗎 嘩 你不是什麼 嘩 嘩 我覺得你不用拍我 待會兒拍著她的腳 睡吧 好害怕 好害怕 救命啊 救命啊 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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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Y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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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暈了! 好棒啊! 好棒啊! Yee! Yee! 好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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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看的人看的人! 哈哈哈哈! 滅龍! 基於時間關係實在太多設施 Lillian和Elaine不敢玩 所以只剩黃蜂女和矮俠的激戰特工 我們還可以玩 沒辦法啦! 剛剛玩完這個咖啡杯 我們應付得上就... 又不是險性的,大聲! 剛剛Lillian就說 他玩這個就一定贏我們 贏你? 不,我們剛剛... 始終都是說啦! 三盆兩勝 那這一局就是我的分數同比 OK Michelle的分數同比 就是你倆加起來? 不是加起來的 分開 那就等於當 OK 我贏你的 三盆兩勝制 哦! 大家快點拿起麥松廠 瞭準機是隨它弱點,全力出現 哦! 輸了 哦! 輸了 他現在分了 我們 輸了 你怎麼看自己慘敗? 因為我看你每個位置都認識 你是知道E-O-Go-Go 你是按的 你玩了無數千多萬次 你浪費了 我們輸了 我們要接受懲罰 啊! 啊! 我輸了 一追就說了 最壞都是我的團隊 哎! 沒關係我沒事的 我本來都想 我本來都想贏的 但是 不是! 看見你不要害羞啊! 你56萬 不是啊! 免贏你太多了 OKOKOK 免贏我太多了 不是! 就住了 畢竟都是嘉賓的 當然要讓你 很好人啊! 但是懲罰是要繼續的 是的 懲罰 我們已經想好了懲罰是什麼 就是我們要在城堡前面 拍三張照片 那每張照片呢 我們工作人員和我 都要擺一個 鼓勵精怪的姿勢 對了 大家 去照片! 喂!美妮! 我們在這裡幹什麼? 我們在這邊買啊! 最後呢我們終於選了 Tony的散資包送給大家 想得到的呢 記得在下面留言 然後我會選出一位得獎 還有記得follow subscribe share like 拜拜 有人問我會想拍仲藝 還是拍劇 我當然兩樣東西都想拍啦 你快點找導演找我拍 謝謝 是不是每晚都要看恐怖片 才睡得著覺 因為我之前呢 都是有這些 自己虐待自己的一種心態 就是自己小時候很怕鬼 還有自己呢 小時候都是自己 要留在家 那就會很想克服這個 夜晚怕鬼的心理 不停播恐怖片 直至到看恐怖片看慣了之後呢 就會 就是完全是 純熟了 就是它什麼時候會有鬼彈出來啊 那些恐怖音樂呢 都嚇不到我 那麼 自此就 看恐怖片就好容易睡覺了 想看小貓用醬油和洗潔精拉花 現在就試給你看 其實我都不吃 怎麼弄 是不是這樣差不多 這間店真的挺厲害的 是拉倒的 喂 已經被人喝了 你瘋了 有一個人 你呢 還好 學人 你沒想過